吊灯 来回摆荡 地震发生在伊朗凌晨 很多人睡梦中被晃醒 甚至远到杜拜不夜城 也很有感 民众逃到户外 一阵慌乱 距离伊朗南部 伊朗伦格港55公里处 发生规模6.0强震 深度只有16公里 不料两小时后 又接连两次地牛翻身 规模也有5.7和6.0 极浅层地震 让远在100多公里之外的 阿联 巴林和卡达 都能感受到脚下震动 至于邻国阿富汗 地震都过去10天了 外媒记者随着联合国救援车队 挺进重灾区巴尔马 这里仿佛末日景象 罗森失去了18名新人 悲痛在灾区弥漫 有木头破步撑起栖身之所 回归最原始客难的生活 情况好一点的 还有领到联合国发放的帐篷 无助的母亲徒步好几公里 抱着断腿男童 寻求无国界医生帮助 灾区太偏远 路况极度恶劣 真正触及灾民的依然是 极少数的国际NGO 塔利班政权对于千头万绪的 重建工作 缺乏统合处理能力 老百姓的孤立无援 依然痛心地呈现在世人眼前 大新闻 刘芳编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